在警方护送下走進地檢署 他就是宜蘭縣長林茲廟的親信許智信 因為詐騙欠債超過兩億元落跑 在逃亡九天後終於被逮 為什麼要不停大家的信任騙大家 我要跟他講的說 為什麼你好好的跟著 為什麼要輪回街下球 被害人之一的陳小姐 看著許智信被遺送難過到氣不成聲 因為他想都沒想到 自己把對方當親弟弟看待 卻被騙了一百五十萬元 被害者提供對話 可以看到許智信不斷以身體不舒服 推脫就是不給錢 被外界視為林茲廟分身了他 對外打著林茲廟卡到官司需要錢 以及投標縣府標案等名義 四處向宜蘭的政商名流借款 初步顧及被害人數約五十到六十人 金額高達兩億元 因為無力償還才會落跑 根據了解許智信在九月底十年後 為了躲避追汽就開車前往苗栗 期間躲在飯店內幾乎每兩天就還一家 在逃亡時還辦手機門號跟特定人士持續聯繫 卻沒想到已經被警方掌握行蹤 透過手機定位 在十月七號傍晚成功在台北車站附近逮到人 許智信入網後 被檢放一貪污治罪條理起訴 外傳許智信欠下大筆賭債 為了還錢挖東牆補西牆 詳細的借款金額以及人數 連他自己也都說不清楚 3D新聞黃國磊黃正傑 一輪參與報導